各位早安,歡迎收看1月3日早上的智庫通,我是Apple羅佩儀,身邊請來有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 Mark早安,今天的組合比較特別,因為電話旁邊接通了有喊得證券期貨、投資策略總家、民感輝,輝哥 輝哥早安 早安,Mark早安 今天看到環球市況昨天高收得這麼漂亮的時候,應該是信心回來了 港股昨天首個交易日亦表現最好,U-point的時候踢高多一腳 再看看,美股又做好,歐洲股市當地亦做好 金價有三個月的位置,油價靠穩,好像所有東西爆發聲 迎接這個新一年的時候,大家有點趕不及那個氣氛 因為現在實在太過樂觀了,問一下兩位都是比較資深的前輩 當然就是,如果一開局已經是這麼漂亮的話,之後的路究竟會走得很容易 還是其實開始要管理一下風險,沒有理由所有好的事情 就是逼迫整個一月份一次過發生吧,Mark 怎麼看呢 我想資深你一個問一下,非常好 但是無論如何,那個效果上面,我想真的這一陣子你剛才說好像追不及一樣 大家一起由,譬如你就算港股12月份,一路追落後,一路見得到那個氣氛上面的改善 全球亦都是有避險轉造續利的情況,非常之明顯的 你看VIX,就是一個非常窄,亦都是在低水平那裏徘徊 所以,整個大的氣氛上面,大家一起買,亦都是由年底去到現在年初的時候 我相信短期來說,氣氛都還維持在這裏 好樂觀,輝哥,今年整個情況,股也好,金也好,油也好,或者匯那邊 其實是不是都可以走向一個比較樂觀的情緒,由他們去做主導呢 我們做投資,很多時候都是看著市場怎麼走的 你剛才說了一個關鍵,重點 就是臨尾那一腳,昨天臨尾那一腳是很誇張的 你U本多一腳上去,那就是說,春光鴨都走出來 其實去到五點鬆一點,美股的期貨已經開始被人在外圍踢了 歐洲開始上了,那就是說,昨天的U本真的看得對啦 你今早早就不能開昨天的285下面了 氣氛就好的,但是大家記住,年初開盤做好做蛋都有 那你這兩天就可能做一些好倉先啦 那你下星期可能這麼高的,納指去到一萬點 那你就燒一下煙花,慶祝一下,開香檳也要啦 那高追就不要害怕,如果是埋飯做投資的,就不要怕高追 最怕就是什麼呢?最怕就是越撓越低嘛 你高追就越開越高,市場氣氛夠呢,你就當別人還沒賣得切 最緊要你夠膽賣,然後你給他,最緊要這樣 因為現在的市場,就是一個風口,大家站在一個風口 真是所有東西都吹起了,你看那些資產全部都上的 那氣氛好,那就繼續炒住,但是,埋單計算到就 最緊要注意風險,就是去到某一個水平呢,你的倉用不需要那麼重呢? 那這件事就自己去計算風險啦 那真的有少少像大合奏,就是一吹全部東西一起起動 都不單止說是美股,或者是歐股,或者是港股,或者是昨天的A股 甚至乎吹起到,連金油都是走得漂亮的 但是如果說了,就是全年的格局,想看看兩位的看法,一不一致 那究竟是高開高走,還是其實有機會到年中的時候 因為就是,譬如說各國的央行的舉動,大家預計上半年可能變化不會太大 因為等多幾個月的經濟數據出來,才再決定下半年 究竟現在是,我們是炒不減息,還是說開始要炒加息 去到下半年,會不會說是才見真章有個波動性比較強些 Mark 先說吧 正如剛才Felix所提到的,那個問題呢 就是,短期你跟隨那個氣氛呢 基本上是一定要很明顯地,你不能夠勢膽的 如果不是,你沒有辦法追得前,剛才那個轉變的速度 反正你用一個很慢的指標去計算的話 那你很多時候就說,我要等到你,譬如舉個例子 一些滯後的,例如兒童平均線搞定了 你才做呢,那你很可能就已經是,最生氣別人給你那一刻 所以你可以追,但是最關鍵就是控制的註碼 還有你總體來說,那個風險不成熟 所以我非常同意,這件事呢,對於今年全年都是重要 信管,我相信那個美聯儲,之前也都給了一個訊息 大家,就是今年應該不加不減息的 但是有時候都不到他自己說的 譬如你看回,去年有三次的減息 如果純粹看經濟數據,應該就不足以去支持 所以會不會有其他的壓力呢 我相信是有可能,在那些的壓力底下 令到整體上面的市場又會波動一番 即不是說,今年年初開局,頭一日,或者頭一兩日 就可以決定得到,這個要小心的 全年的格局怎麼行呢,輝哥你又怎麼看呢 就你全面呢,我自己看呢,你頭一季應該是好的 但是再走下去呢,你中美第一階段簽了 你第二階段談些什麼呢 那個高薪科技呀,你對華為呀 對吳芝、新興、中興呀 那些的打壓會不會繼續呢 是不是繼續真是大家,中美是處於 現在那個市場就覺得,中美都是一個很好的氣氛之下 會不會是結束了,真是過去年幾好像冷戰這件事呢 你知道特朗普就,股票沒有問題了 他兩票在手嘛,一隻就股票,一隻就選票嘛 他股票現在搞定了,他還要拿選票 他如果要拿選票呢,就未必那麼容易放鬆對中國的 還有那個股市,他經常都是,股市高呢 他就放些,不是太,太友善的消息出來 按一按他下去,然後又用他那個方法 很明顯這幾年,他都用這些手法的了 即是不排除,如果他的選情緊張呢 他也會拿這些招數出來 變了,後面那個變數就大些 那現在氣氛好,跟著先走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特朗普好會玩 玩什麼呢,就是玩投資者的情緒 基本上是,你很高漲的時候 他總有方法按你下來的 就好像輝哥所說的 在Twitter裡面,一兩條就說 不談了,等我算到才再算了 但當你很悲觀,就說 死了,什麼都做淡,開了膽倉的時候 他突然又說,我們是很好朋友 即是建基於這些感情基礎之上 是有辦法談的 所以其實去年美股曾經都出現過 就是再一把,又一把這樣掩蓋 所以大家今年,應該要比較上眼 管理自己的情緒多些 即是不要那麼容易受影響 不過我都要和大家跟進回 就是美股昨晚收視的表現 三個主要指數 就是在他們的第一個交易日當中 新一年開始,做得相當之好 道指今天最終升到330點 收報28868點 標準普258指數升27點 收報3257點 納指升119點 收報9092點 升幅其實三個都是有百分之一的 不過除了說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應該月中會出現之外 其實昨天,我踏港股上來 還有一個有因,A股推動 就是接下來的8千億人民幣的資金 下個星期就到位了 這個到位之後,是不是真的可以激活到市場呢? 輝哥,接下來A股會不會都可以偏強壓? A股,你見央行做這麼多動作呢 就肯定那個經濟下行壓力很小 中小企對於資金需求很大 正面看,當然是 央行放準 對那個經濟當然有刺激作用 但是你知道,我現在減了息 你環球的生意是不是真的被你做到呢? 你知道 中美那個貿易就在第一階段簽了 好了 我自己就有一點點擔心 央行下重藥就肯定不是好事的 但是市場呢 就是看一下它那個反應 環球呢 都是在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之下 中國跟著做正常的 其實它都是緊貼著美國那個 整個貨幣政策的美國 定了不去減了 但是它之前減了嘛 中國一直都沒有做的 那它雖然做了很多LPR 各樣東西 這次降準呢 真是希望整個 就是那個 環境的經濟那個氣氛出回來 令到大家對那個市場有信心 就放膽去做事 我看就 你看那些內房啊 那些賣樓收益呢 12月的賣樓收益都很誇張 每天都100多億 全年那些全部都做得到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會連年是買到 就是每個月賣100多億樓呢 接下來2020年 是不是真的又這麼厲害呢 真的那些人又說 經濟不好的錢哪裡來的呢 賣樓這些真是問號來的嘛 那我自己就 就是偏向保守的 就是A股 就是偏向保守 是3,200是 是 現在它就在炒3,000 就是3,200那個鬆 那你就大家 畫著條線 在3,000點 你穿了3,000 你就 頂角高一點 那麼就走2,800到3,000 現在是向上面那個區間走的 上到3,100 就在那個區間中位以上 就 氣氛都還夠 但是過了3,200才再計算了 差不多還有100點 追不追上去啊 Mark 都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追沒有問題 但是要控制鑽馬 通常我們就 有個行程出現的時候 你又不能夠跟它爭取 那只不過你要明白呢 就是你一路高追緊 那風險會增加了 那所以你要追 是有膽之餘呢 你走的時候也要果斷 我想這個是 我相信 Felix也同意的 一個操作上面 是比較重要的 你可以說是一個交易的心態 是啊 很多時候 你經常都說 順勢而行 真的不要說 是故意要跟市場 反其道而行 很快地看商品 因為 就是逢星期一 就跟媽媽看著那個金價 但是之前 就跟輝哥一路看的時候 都說 年底結算 希望就是1500至上 現在其實升下升下 1530都到了 輝哥 那麼金價有什麼 最新看法 是 那個金價 你不能看淡 現在 你說真的來到這些位 就是可以吃虎 但是那個勢真是好的 就是你們 你們不走也都沒有什麼壞 因為 就是你就是擺 擺一個profit ticket 就是說 你繼續放紙妖 就由得它 但是它跌下來 就是 當你是1520 或者1510 那你下這些位 你就走了 你如果不是 真是 環球的那些 央行 各樣東西都對過金 就是那些投行 都對過金 真是 開始出一些報告 全部看好的 那麼 在現在順風順水 就沒理由走了去的 那你就真是 你放紙妖 就由得它 不過呢 就退回頭 就懂得擺定個食虎位 就行了 就由得它一路推高那個食虎位 它想多10元 你就買高5元食虎位 就是 因為現在那個勢真是好 叫了你走就好像很浪 唯有這樣做 就是逐段逐段這樣去看 就不要說 就是死定了一個的目標架 千萬不要膽大去做膽就行了 嗯 就是那個勢頭仍然都是強 謝謝輝哥 那麼下個星期呢 再和你聊過 那一會兒回來 看看港股 沒有啦 就是昨天的氣勢這麼強 那麼今天呢 會不會都可以延續得到呢 那個聲勢 還有那些內房銷售數據呢 全年那些有些都出了 待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裡是我們